台中市在昨天下午發生了一起四車連環狀的事故 有一輛往返台中台北的國道童年客運 新京民權路與中華西街口的時候 六十歲的駕駛疑似沒有注意到前車的 因為紅燈放慢了車速 竟直接追撞上去造成四車一團 好在造成一名計程車司機只有心傷而已 三台車路口放慢速度停等紅燈 後防一台童年客運沒剪樹直接衝撞上來 瞬間把三台車往前推撞了好幾公尺 四台車撞成一團 事故現場留下滿地車殼和玻璃碎片 肇事的童年客運撞到左前方車殼脫落 只剩下車框 擋風玻璃碎成蜘蛛網狀 夾在中間的兩輛汽車也很慘 安全氣囊直接爆開 可見撞擊力道有多大 警方調查 肇事的六十歲張姓男子 駕駛著從台北發車 來到台中的童年客運 行進台中民權路與中華系街口 疑似沒注意前方路況才會釀貨 好在僅造成計程車上一名八十九歲的老翁 臉部輕微外傷 送一隻後禀無大愛 接下來全民視蔡真順 張一智 SNG小組台中報導